报道指 连一项支持北京的西门子总裁凯撒 都对香港和新疆的局势表示忧心 这样的语气前所未闻 显示中共的形象已经跌到低点 经济与人权再也很难分开来谈 据法新社报道 欧盟预计将在会上 针对香港和新疆人权问题向中共施压 尽管中共希望能在今年内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 但欧盟官员坚称 我们不会仅为了达成协议 就接受不利条件 外界推测这次会议不会有突破进展